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馬你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說 英國國會之前有份報告 就說英國的學術界被中國嚴重滲透 就是指學者和留學生嚴重滲透 好了,你對我不好 或者你經常懷疑我,覺得我是鬼鬼祟祟造賊 不去那個地方很正常,我們澳洲就試過糟糕 那些人經常說中國人怎樣怎樣 搞到一些極端人就向中國留學生動手動腳 這樣之下,我不來很正常 所以泰晤士報的數據就證明了這點 不過我們等一會說一下 這個造謠帝國的新觀點 嘩,真是 嘆為觀止 果然是造謠帝國 說回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 來自泰晤士報 根據英國大學 我們做題,全部都有數字 有些人說 背後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我們用數字 背後的東西我是不知道的 我看數據 我看數據之後加自己一些分析 你說什麼 那些數字後面怎樣怎樣 我們是可以說到一些道理出來 或者根據數字的邏輯 或者一些經驗去說 但是你說 猜測領導人那些 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那些領導人想什麼 我們都看數據 現在看看英國 大學聯招系統 UCAS 的數據 都是數據 泰晤士報有看到 截止到6月底 今年的上半年 確認入讀英國大學的 中國 留學生 的人數 是 比去年大跌17.5% 你記不記得 之前很多英國大學就叫了這個名字 因為新惠誠之前 他不是說過 因為他控制不了移民嗎 說要剪 留學生數 結果 那些學校就叫了這個名字 誠哥你這樣不行 要是你給多些資助我們 那他就說已經給了一塊多了 又不肯給 總過沒有啦 資助 是的 而申請暴讀的中國留學生 人數 亦下跌了2.2% 當然我們看看 入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 比去年 大跌 17.5% 而申請暴讀的留學生 記住入讀有些已經在讀 但是 應該說 申報 入讀的留學生 亦下跌了2.2% 由去年的 31400人 跌到 30700人 這個是 其實挺有 轉接點的意味 因為這個是近十年來申請數字 首次是 回落 不過 中國留學生 始終人是多 雖然是跌了17.5% 但是 中國 留學生人數 仍然佔整體 英國留學生 人數的大概是四分之一 我還以為是印度 原來不是 那麼 英國大學聯招系統行政總裁 馬尚德 其實他就跟泰晤士報說 這個數字 是 意味深長 為什麼呢 就說 中國留學生的高峰已經過去了 亦都是 暗示一樣的 可能美好的時光不再回來 當然經常都說什麼學術滲透 之前 辛偉成還關了孔子學院後來就沒有做 就被BNO罵他 說他投貢 乃貢成 最搞笑的是卓偉斯回來 這是最不可能的選項 這簡直是瘋狂的 如果真正英國人聽到 真是會 你一句是瘋狂的 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走 因為什麼事而離開 去年搞到英國很嚴重 是嗎 總想回來 有些人說不是 英國很好 他管治之下很棒 這是你的看法 但是為什麼 他受不了壓力 是要下台 因為保守黨人給他壓力 保守黨人的壓力來自民意 當然你有自己一套想法 不是 他們的民意不代表我們民意 喂 他們主流英國人 大哥 他也不是 民意不代表你的民意 但是 我們都說一些主流東西 英國大學向來都深受中國 留學生的歡迎 例如 修咸頓大學部分學院 有超過一半的 海外學生來自中國 其實以前澳洲也是 有些可能 有些科目是九成 會計應該是九成 中國大陸的學生 今年 五月 英國 英國 學生事務辦公室向23家 中國 學生人數眾多的大專院校發信 提醒面對海外留學生收入時 要有 應對計劃並且警告 過度依賴中國留學生 有風險的 有風險 那你可不可以幫一下我 當然不會 他只是警告你 即是 你做過氣氛出來就好像不歡迎 中國學生 不歡迎之下有些人來 正常 那你有沒有 幫一下大學去解決問題 哦 我想起一個人 吳超舍 還有是 陳吉仲 台灣地區兩個高官 他是解釋問題的 不是解決問題的 說你好學不學學台灣地區 是啊 當然這個 英國媒體就說 可能是件好事 你覺得好事 因為 之前英國國會就有份報告 就是來自英國國會情報及安全委員會 原來是剛剛發出來就說學術界 是中國 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滲透的重在區 中國 通過金錢 以及影響力 去 滲透或者收買學術界 究竟他們做些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說好中國故事 但是 說句老實話 你贊助一些人 其實說好中國故事 或者說好 什麼什麼故事 不是很正常嗎 難道 那些 留學生當然有些人說差中國故事 你也會說是一些 叫做 喬界那些人 喬界那些人 不是一般來說都希望 大家說好自己家鄉去他家鄉投資 一定像你這樣 長衰他就對了 這些才對 當然 這份報告就說英國政府應對中國的風險不力 過於 關注短期的經濟效益 而漠視長期風險 不過都是那句 人家短期都生存不到 那麼像以前 郭家琪還是郭榮鏗說的 郭家琪就是以前公民黨 不行的 這些錢 要看長遠一點 但是市民 很肚餓 或者是 生活要短期的幫助 看長遠一點 那你又不幫他 你想他怎樣 其實都很困難 不過辛偉誠就說 有關報告內容過時 政府在委員會展開調查時 已經更新對華政策 鑒於中國在世界事務的重要性 英國將繼續 跟中國接觸 這句話其實得罪了BNO 即他的意思是 他們的人意思是英國不應該跟中國接觸 不會的 是不會的 一定會 一定會接觸 你看一下 就算跟 他口說 美國和 中國 要抗中 怎樣去風險化 他都會 持續跟中國保持對話 有接觸的 不接觸 那些是說不通的 不可能的 是 不過 這個 大紀院他給出來的 理由呢 你知道他們看是新麥人 電視台 他給出來的理由是 因為這個 英國 高校中國留學 生人數首次下降 他們說得很糟糕了 是中共搞出來的 那麼他就說 因為中共不斷折騰 令到那些家長沒錢供的子女出來讀書 但是之前有2.2%是申請的 這個application都少了 那為什麼呢 那我就知道 因為沒有錢 但是其他國家多了 因為澳洲的數字是上回上來的 當然都不夠大流行之前 那是為什麼呢 所以 你說的東西 還有你以前說的嘛 供得出來的 都是非富則貴的 有些你都說是老共的 即是你們口說的老共的貪官的子女來的嘛 貪官不通都 都擔心通貨膨獎 你不是說他們控制整個國家的錢嗎 那其實讀書的錢是有限的 即是你說的那些貪官那麼有錢 所以 他講到一看到 喂 有關係的 那些留學生全部沒有錢 但是都是跌了百分之十幾而已 18 原來 他們 就 在4月份的時候 就在某個 大陸的生活周刊 找了三個斷工的例子 三個 除了在 英國的留學生 其他地方的有沒有數據 其他有增加的話 你的講法已經說不通了 是的 例如我去留學澳洲 留學美國 這些都是留學的 幾月滿的選擇 是 你說如果有什麼破產 破產不行 其他應該也有相關的數據 你不能單純說英國本土 澳洲的數據是多了 那怎麼解釋 由另外一批人 澳洲投共 不關那些事 你剛才明明說 那些 留學生的家長 給老公 你們說 搞到破產就沒有錢留學 如果是的話不會得那麼少 對呀 貪官的子女 應該全部一次過打壓 對呀 對呀 我們看看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在去年年底的數據顯示 中國來澳流學生的數量 由解封之後 就是穩定增加 而且是變回五眼集團榜首 不過 仍然是低於大流行之前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 澳洲是有所增加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還有記得我們說 那些學生回來找不到樓 其實這個就是個作證 是的 沒錯你說得對 我們看看 最新數字就是澳洲 留學人數上升到12.2萬 這是今年年頭數字 其中中國留學生 在年頭的數字 是暴增了90% 如果你有一個 其實你就會說 他所說的斷工 即是說老共的人斷工的就是忠誠於英國 就是捉了 就是捉了忠義英國的貪官 因為他們的子女就是忠誠於英國 現在就捉了他們 這樣 有點磅藥 老闆 而且由你這份造謠帝國出來的新聞 真的要想一想 真的要想一想 澳洲在五眼集團當中 澳洲和新西蘭 事實上在五眼集團當中 和中國關係都稍好 尤其是新西蘭 還有 昨天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才發表了 一個聲明 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就說 最近你記得自從卓慧斯 去了英國之後 英國和台灣的關係 整天眉來眼去 所以他們特意發聲明說真的 你對我不有空我來托嗎 我們經常說 正常人都是這樣的 我不明白西方和 台灣地區財政府覺得 我和你關係差 你也要和我做生意 不然你就不說民主自由價值 你就獨裁 不會 不會 我為什麼不選其他人和我合作呢 為什麼 而且說真的 澳洲始終都近一點 這是澳洲最大的優勢 就是印太地區 這是事實的 而且沒有那麼冷 這是事實的 還有玩的地方 我只是說自然風光 實際上澳洲可以去旅遊 也很多 但是 去歐洲就看明星古蹟是比我們好 我覺得各有各好 我們自由風光 當然地方也大很多很多 八個多小時 九個小時就到了 我只是 在廣東省 其他地方可能遠一點 也是近 去英國 原來我看數字 有些留學生 在大流行 很多去了你們倫國 新加坡 這個更近一點 而且 飲飲食食還是接近一點 說回英國 中國駐英使館說什麼 中方一貫堅持反對 建交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敦促英國停止以強化貿易關係為名 提升英台實質關係停止任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行徑 強調任何 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為必將遭到 中方有力回擊 其實我覺得 這個氣氛又好像以前澳洲 兩個地方加拿大和英國 加拿大更加厲害 很有幾年前澳洲的感覺 我完全感覺到那種 大家對 尤其是西人 有些不是全部 有些極端人士都很討厭我們唐人 因為整個國家 每天的媒體 都是這樣說 又說是整隻蝙蝠 我們這樣 噴在我們對方 很害怕 你出去討論你 有人 當然 我不是說過例子 塔斯馬尼亞 有個來自香港的學生 因為戴口罩給人家是動手 亦證明了 他分不清你是來自香港的大陸 當然他說這樣就證明你們大陸人壞 為什麼 因為你搞到香港人被人打 這樣也行 這樣真的 真的太過 叫做 什麼都蠶人 不是應該是 說動手過人 居然是 說那些 被人騎死 現在你是 blame the victims 老闆 沒錯 當然我們看看 發言人 回應英國 政府所稱 英方 在今年年底 和 台灣共同主持 召開經貿對話會議 中國駐英使館法人說有關的做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違背英方 自身作出 僅同台灣保持非官方 關係的承諾 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嚴重 錯誤的訊息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以及堅決反對 並且向英方提出 嚴正交涉 你看一下如果你經常都 這樣搞的話 實際上 別人不來很正常 跟澳洲以前一樣 另外最搞笑 這個他們經常說的早前 軍情六處 負責人 就罕見地直指中國 是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同謀 但是證據是什麼呢 這樣就沒有 這樣大家的關係怎麼會好呢 還有最搞笑 因為奇詐明 本來是想著這個聰明仔 英國外交大臣想著訪華 結果秦剛就被換了 他就說我很害怕 你平時鬼 那麼害怕 很害怕會不穩定 老實說你不是跟西媒一起起舞 一看就一出 等於我們經常說年初那時候 所謂的 防疫政策 又說到有什麼 有新變種啊 很害怕啊 不是沒事 其實都沒有關係 當然 我們都說了 你覺得 這樣就難了 但是 之後大家關係不好 你就不要出聲 不好之下 別人不幫你買什麼 不幫你買什麼 你就不要出聲 但是他們就出聲 就是這樣說 你一定要跟他做生意的 就算 你罵他 向他動手 向問候別人的娘親 都沒有問題的 如果他不跟你做生意的 你就說他 你的獨裁者就是這樣 就說 你們全部 就是 亂敢來 反正 就是 基於規則的 基於規則的 基於秩序的規則 基於秩序的規則 被你們破壞了 你又不說一下你怎樣對別人 就好像今次的留學生 我有權選擇不來 你經常說我間諜 你們自己說的 學術界 是 這個嚴重被滲透 那你都覺得我滲透 我不如不來 免得你經常懷疑 這件事不是很正常嗎 我就不明白 經常覺得 那又不對 都是那句 每個國家有他的政策 英國是真的可以這樣做 真的可以這樣做 但是 那就要自己去承擔 到時那些學校 向你取預算的時候 你就沒有錢了 之後 我都幫他想了 說你們不可以這麼依賴中國的 國家安全來的 那我真的沒有錢了 撐住當 我給了 拿給你撐住 不行 你 給的錢 實在 撐不住 才叫救命 因為實際上少了人 有些學校真的撐不住 當然最搞笑 之前我都忘記說 這個 卡梅倫曾經說過中英進入 黃金時代 之後這個《市由時報》又說他 收了中國錢 說他是 我最記得那個題目是說 因為收了中國錢 他是一隻肥貓 總之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再見 撐不住 去 你 我